一夕致富听起来是很难 可是这个故事在中国深圳的华强北 从来就不是神话 因为其实华强北这个地方 被称作是中国的电子第一街 这里最红的就是 一米柜台就能让你大赚钱 甚至有过去这几年 因为这疫情啊 晶片不是大缺吗 所以这边有非常多的商家 他们靠着是炒晶片 囤晶片 就靠低买高卖赚进了 海捞了一笔钱 甚至很多人说 这些业务员月薪10万块 甚至你在这边做半年 你就可以买下豪宅 可是现在市况反转了 因为晶片不是说 很多是供过于求吗 尤其在中国大陆 这晶片价格简直是崩跌了九成 跟你过去在炒晶片 情况整个已经大翻转了 所以现在华强北闹空城了 好多店家说已经收摊 这些业务员原本致富的 现在说很多找不到工作了 会去工厂当产线人员 开门了也没有用 你们看市场都是空空荡荡的 根本就没有人开档做生意 更不用说拿货了 走入中国电子第一阶 深圳华强北 门客罗雀商家几乎都没营业 之前靠晶片跟显卡赚保保 但景气反转之下 晶片供过于求 价格大跳水 不少卖家惨赔退场 过去涨越凶现在就跌越惨 一发半导体某款晶片 从去年的两百元跌到剩二十元 德州仪器晶片也从四十五元 最高点掉到剩三块人民币 崩盘的不止晶片 显卡更惨 辉达去年设计的显卡 最高价有二点五万 现在只花九千块就买得到 但你很难想象两年多前 有多少人在这一夜变富豪 却容纳了六万多家企业 和四万多户个体工商户 从业人员二十二万 年交易额两千亿元 这里就是深圳华强北 据传华强北百分之九十的商家 都因晶片缺大赚一笔 部分商家提前囤积晶片 低买高卖炒作晶片 一个月就赚进过去十年收入 还住进豪宅区 对比如今天店家陆续关门 业务沿越回到工厂 或原本的公司上班 晶片炒作神话破灭 很多人的发财梦也跟着破灭 对很多人来说 梦想就破灭了 就是你们看那些视频 小学没毕业 配个背包来华弹北卖手机 年六百万 梦想破灭了 市场也分析着庞大库存量 恐怕要五年时间才能去化 因此即便晶片大幅降价 过去飙涨的汽车价格 短时间内恐怕也难以等到 降价的日子 东森财经新闻 刘子腾黄奥天综合报道 看满不断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